跟DK交火的时间 拿了点分 又往北边推了一波 赵石西就要开抽了 来了来了 打一个 后面有枪线打两个 小五帝在车上被移民的 没事 有枪线再掉一人 瞬间四分 瞬间四分 这个分来的挺爽的 而且后面的车队还没有完全跟上 就不会给石西没有调整的时间 他还有服务人调整的时间 没错 压在海上 好太近了 被打下来了 是的 还是看到什么人吧 也就是 他藏了一手 嗯 到桥头那边开始了 对面 小桃 一个人穿两个 EnoX都被打了 而且Ramba落地的时候血了也很残 被西西接下来 他被夹在车中间了 是阿修罗了 过桥吗 过桥 过桥 过桥也莫得了 最后还是被小九拿了下来 这把又四零分被淘汰出局 这个西桥相堪比于上把东桥了吧 很热闹 这可能比上一把东桥要更能过不去了 是的 导致血浪 这波是USD好像是留了美咖在半波埋伏的 他不是所有人完全都是在诊所里面 这样的话导致 已经放到房去了 这不是要打的 困有点是把永远打掉 压力缓解了之后也可以动了 看看能不能狗分吧 嗯 USD这应该是从 哦小布干挂出去 他这个倒的位置有点尴尬吧 哎为什么会倒到这个地方 直接就被补掉了 想争夺这个三声妙 这边关键是屁股后面受倒了 天霸的一波推进给了实际屁股后面压力 这样的话三声妙只能放掉了吧 这不是要守吗 守的话可能会被夹掉 嗯 小五是往后拉了 要不然直接下去吧 要打吗 如果要打的话 其实这波就是 给天霸做嫁一啊 这面打到我的推进 没有炸到 嗯 这个地方确实还是 一个雷扔好的话 可能天露这边就碎了 嗯 但还有这几颗雷都没有什么 嗯 结果啊 王兴也是被发现了 被票发现了 减错枪了 我说不会有人喜欢用SKAR吧 海边Pero已经出现了被击倒 在了New Happy的身上 嗯 一个绝对高点的抽吧 这不都是过点 这波New Happy有点难了 想救吗 而且还是左右夹角枪型 要被修角 没下车 哦 这里他要开到 开到民运的附近 然后幻神帮他架了一波枪吧 应该是了 Loki直接被打下来了 被捕了 还被捕了 这份拿下来就还行吧 幻神已经倒了 是的 DK在往里扎 很快要经过天路 经过DNAVA 然后要到17点上了 嗯 Under直接被打下来 DK这波转移 代价很大 是的 他喜欢这样子的 BGP跟New Happy本来强点的 但BGP更快 这种扎点 见怪不怪了 没办法 人家刚才高点 又怎么还有个大波罗呀 这DK真的是 这一路上扎了 对 但是其实他当时扎进来 这个节奏已经很 已经算慢的了 对已经算慢的 这波集火之后 女孩比两个在车上 直接被打下来 只剩咪咪 这把看咪咪能混多少分了 咪咪本来一开始 跟BGP去抢那个点 慢了一丢 会合中间隔太多队了 来了 天路要去冲这一波了 车上明明先将交洋 给打了现在 先拿这一分 人人多 没了没了 主要还是人多 而且明明这波是雨露均灾 BGP要来了 是的 BGP想接手了 是的 咋你人啥 BGP很好贴 是的 视野被遮住了自己的 但他也看不清敌人的位置 他直接把杀杀进来了 是的 就是看不清 右边拉了一个 一波摇射 过一瞬间 天路还是没能顶住 送枪倒地之后 队友给封烟 看能不能救一手 秋奖再上车 什么意思 TUHOT KDF怎么不来 KDF怎么不来 KDF怎么快 我觉得TUHOT应该是不知道哪里打了他 是的 毕竟是吧 笑音音嘛刚刚 是的 我想 一颗雷 倒了 这关键是Pu接了一波 是的 真的是接的好 扔的好 不如接的好 这样的话 还有雷吗 这个过点上不去 马一龙扛着MOSTER的墙鞋 硬顶顶不过去 FTY拿下这两分之后 整体走下 走下角的控制权就无限扩大了 对的 而且DK只剩个毒狼 其实不太好推进的 是的 但是在飞机残骸的时候 DNAWA应该是吃到了当时BGP内侧的信息 BGP人不多了 但率先药方太多了 太宽了 他主要是这个坑 是的 天霸去汇合要去打拐角防 已经来了 撞GFY 击倒一个911 等GFY还有最后两个人 嗯 一颗雷上面是将吹胶给炸倒了 这样天霸拿下 是的 GFY没顶住 对 不过GFY人少一点 没错 而且还有对面实习的枪线刚刚干扰了 差一点点 这个没在脸上 为什么能炸倒 现在就看后面的架枪架的怎么样 嗯 GX知道今天有个人 但是 现在感觉GX有点着急了 他想持续的去抢顶啊 这个时候其实可以往坡下可以撤了 他现在站上这个坡 然后天霸就从后面爽抽 他只能封烟 往屁股后面封烟 才可以活下来 他只能趴在车旁边 对他现在就是保证自己活着吧 就别干其他的事了 你顶坡上的话 防徐FY随便抽你 顶坡下只能在半坡的位置 找掩体趴子 玩不了了已经 加心饼 弟弟是拉枪线的 唐弟弟是去吸引人的 然后车上捏了个雷 然后其他队友打正面 但是唐弟弟倒的比较早 奇奇这里有了突破 击倒了王仔 是的 奇奇自己也倒 哦 龙斯哥又打一个 FY和天霸一直都是互换人 他们每次打这种攻防 都是互换人 他打波罗没有子弹了 但是石器因为人太少了 因为打大把一看 天霸走了之后 这一波打大把是直接去拔掉石器的防区 是的 没人限制他了 他就直接撞了 而且天霸这一波是把 天霸扶人时间太久了 他直接贴过来了 这是三打三这个情况 崔奇奥将手要打下来了 我这边是换灯片了 我也是 他没什么延提 他依靠着吉普车一直在转 这反而是天霸这边是有延提的 那KDF要来 KDF要来 这是一波接一波 是的 我先打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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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接天霸就是一把大分 那是看打完编制 因为MENTO甚至都有可能 就是如果说 这里KDF拖住天霸太多人的话 因为MENTO是吃到圈的人 嗯 想留一个蓝白之间 MENTO肯定是不会出手的 这波狗狗第二 阿卡德被炸倒了 只剩Hikari吹敲 主动出击 听到脚步了 找你1v1 battle 顶石头 吹敲的1v1 可以相信你 完全可以相信 一个背色录出来 已经还有绕 打掉了 没问题 4打1 MENTO这波应该是 他找不自雷 只要不自雷 就拿他来了 他这个分子肯定能打 18杀 18杀刺激